第一个要跟各位分享的一个题目是 这个大陆解放军 由习近平主席亲自这个授旗 成立了这个第四兵种 叫做信息资源部队 这个大家一听之下 什么叫做信息资源部队 为什么这么慎重 由这个习主席啊 国家领导人亲自来授旗 成立这个军种 那这军种这个新的兵种 它不是军种 它是兵种 到底负责任务是什么 为什么这么重要 因为大家感觉上面 总是像陆军海军空军 大家比较有概念 或甚至于火箭军 大家都知道啊 东风导弹系列啦 空军的这个歼20战机啊 这个轰20 海军的055大区 几乎大家都耳熟能辖 那信息作战部队 到底他有什么武器呢 他负责什么样的作战任务呢 他的影响有多大呢 可能大家对这个东西来讲 如果说是军人来讲的话 应该就比较有这种体认 但是这一般观众来讲的话 可能不太了解 我今天特别来跟各位介绍 这信息资源部队的这个重要性 其实信息资源部队之前啊 叫做战略资源部队 他是把战略资源部队 拆成四个部队 四个军种 兵种 这个军种下面叫兵种 什么叫军种呢 像陆军海军空军叫军种 那兵种是什么 比如陆军下面 他有分步兵炮兵 对不对 通讯兵 这些叫兵种 所以兵种的位阶 他的这个边桩 是比军种稍微要低一阶的 那现在来讲解放军将战略资源部队 取分为四个兵种 也就是信息资源部队 网路资源部队 还有太空军资源部队 还有一个是后勤资源部队 那我们今天既然已经是 我们就信息部队来跟各位做说明 我们知道你一个人打仗 你一个部队打仗来讲的话 以现在的武器装备 你短到一支步枪射成这个一两百公尺 远的到这个东风导弹 可能四五千公里以上 这是距离 就空间来讲的话 我们知道现在战场空间 这个从高到太空 这个包括美军 他也成立了太空军部队 对不对 这个从太空开始 就卫星的彼此互相的较量较劲 甚至互相的捕捉 从太空然后到天空 天空那范围也是很广的 从这个一百公里以下 这个一直到这个低空 甚至几百公尺都属于空中 那陆地上面也是一样 海面水面上面 055或者是这个山东号 这种航空母舰 水底下包括096 095 094 战略型核潜点 或者攻击型核潜点 可以说不管是空间 或者是距离来讲的话 都包含了整个这个 跟以前来比较来讲的话 可以说它范围更广 那作战的时间更短 为什么时间更短呢 以前来讲可能一场战争 你行军就要走好久 那现在不是 你看看 现在已经进步到 不管是原来的这种 这个螺旋桨的飞机 已经进步到 喷射式的战斗机 然后进步到超音速 现在甚至于飞弹来讲 超高音速 甚至于都10级马赫以上的这种飞弹 所以时间来讲空间更广 时间节奏更快 那你单靠一个军种 是没有办法升任这种 战场作战任务来 比如说我们举例来讲 以一个海军来讲 你一艘055大驱 不错 他是这个号称戴刀侍卫 他单刀复卫 他单独去作战 但是他可以单独作战吗 第一个 他要不要自己有 自己的征收系统 他光靠他船上的雷达 是没有办法升任这个任务的 因为地球有曲线嘛 你雷达再远就能看地平线以内的 超过地平线以外的 你就没办法看到 那地平线以外的你要看什么 就要靠卫星来帮你征收 这地平线下面的 这个两三千公里以外 这个依照你武器的射程 如果说是你是英级21 大概英级21的射程到一两千公里以外的目标 你就必须要能够掌握到这个目标 那谁提供你这个目标 先来讲的话 如果说你自己这艘055 这个大驱的这种军线 自己发射一架无人机 去征收那么远的目标 划不划算 那是不是没那再讲 如果说是陆军来讲的话 他的东风导弹射程 也都是号称东风快递 东风26可以打到关岛 东风17在第一岛链以下以内 可以说这个所向无敌 可是你必须要 也是必须要提供他这个射击的目标 还有引导他的射击目标 那是不是这个火箭军 自己也要成立一支这种 这个太空征收的部队 征收的飞机也要有这种部队 那陆军来讲也是如此 那空军来讲也是一样 你这空军自己挂的 应急2C导弹 也是射程短则一两千公里 那空对空的话 这PT-15都到500公里以外 那你自己怎么去 侦查到这些目标呢 所以像这些整个目标的 征获获得来讲的话 就必须由一个 现在来讲统一由一个兵种 来做这个工作 这个兵种什么 就是信息资源部队 也就是说我这支部队里面 我从太空 我可以整合所有的这种武器 所有的装备 所有军种 他的这种讯息 我把它整合在一起 然后我再提供给各个兵种跟军种 让他们能够就此来那个 同时来做一个分配 打击的分配 譬如说我今天同时面临到了这个我一艘军舰出去 我055当然去出去 那我突然这个雷达上面 这上级讯息资源部队给我告诉我 如空军那边这个告诉讯息资源部队马上转达到我说 多远地方有一艘敌人的这种驱逐舰 对不对 卫星告诉我说在多远的地方有一艘敌人的这种 这个隐身式的战斗机正向我接近之中 然后在这种状况之下 我同时获到这些讯息 我不需要自己派部队去侦查 我获得以后 我就同时可以对这些目标来做作战 然后来做摧毁 那另外来讲的话 他也可以做分配 我是不是就是我这艘055去打的 也不见得 可能是航母战斗群 他会只是最适合打隐身战斗机的 可能是航母战斗群上面的 这个歼35的战机 他去打 然后我打的目标是更远的目标 可能是敌人的航空潜舰 那我用一个比较简单的比喻跟大家来讲 所以信息部队他自己有没有 有没有他的这个单位在里面 他可以说几乎可以不需要没有 可是又是所有的部队的信息 都归他来指挥统一掌握来运用 我举一个例子跟大家讲 这种部队就像是什么 有这种信息支援部队就像是 你把一个顺丰额 这个千里眼跟这个牵手观音 把它整合在一起 那你想想看 然后再加上如果说是这三个人 这三种功能结合在一起之后 他还练就了武侠小说里面的六脉神剑 那你可以说天下无敌了 怎么讲呢 比如我打仗 我希望能够看得更远 那你不能光看很远 我看到了敌人在哪里 但是我打不到没有用 那我也需要很远的地方 比如我在海底 我在太空之中 我在天空之中 我就可以听到我的这个上级的单位告诉我说敌人在什么地方 这就是顺丰额 我不但可以看得到 我的友军帮我看到 告诉我 我不但可以听得到 而也是我的友军听到告诉我 同时我手上 我的大脑就像是信息一样 他手上有一支一千双手 牵手观音 对不对 他这一手握的是这个东风导弹 这一手握的是英级21 这一手握的是兼空中的这个兼35战机 这个空对空导弹 然后还有水面上面的反潜的武器来讲的话 他有各种武器 但是这种武器 他眼睛同时看到 看到很远 然后他耳朵也都听到上级的命令 他脑袋里面可以做一个分配 那么多种武器 他自然知道说我哪一种武器 可以该去攻击哪一种目标 我哪一种武器 对哪一种目标攻击的CP值最高 这就是信息通讯部队 他的重要性在这个地方 那我相信这支部队成立以后 可以说将来的作战形态 解放军的作战形态 已经从单打独斗 如果说以前来讲是陆军海军 空军这个火箭军 他们属于单打独斗 那现在把这些陆海空火箭军 把它整合在一起 大家讯息共享 大家武器资源共用 在这种状况下 更能够发挥 这个那就不是一加一加一 陆海空火箭 不是一加一加一加一等于四 而是等于我相信等于20倍以上的战力 那对这个整个武器的发挥 效能的发挥 功能是非常大的 这个是我觉得信息部队 就一个军队来讲的话 他要能够发挥 他统合战力来讲 是非常重要的一支兵种支援部队 但我们知道后续来讲 还有其他的兵种 这个战略支援部队 包括到网路支援 因为这网路啊 就像是武功暗器一样 对未来作战来讲 如果能够这个迫害掉敌人的网路 或者是前进到敌人的网路里面来讲 这都非常重要 但是我特别要强调一点 这种部队 是不是就这么容易成立 其实不是很容易成立的 尤其像网路 尤其像这种讯息支援部队 对不对 你说这个兵工后勤支援 倒到枪倒到炮 对不对 大概还可以有工人来就可以帮忙做 有科学家帮忙设计就可以 这种部队你需要的最第一个什么 第一个是科技 你必须要具备这相关方面的高科技 你才能够成立 你才有资格谈成立这种部队 第二个你要人才 人才不是说随便 不只是爱国心而已 像这种高科技的人才 他要能够整合这些网路链接数据来讲的话 必须要高科技的人才 他才有这能力整合这些系统 所以说必须要有高科技之外 你必须要有这相关的人才 你这种部队才能做得起来 那绝对不是说我理论上面 我知道这种部队很重要 那我也要成立 但是我没有这种人才 或者是说我的经费 我这个 给不了这么多的薪水 然后他这个人才 他就到民间相关的企业区工作了 讲到这边 我特别有一点感慨 各位要知道我们台湾懂不懂这一套 我们当然也懂 在蔡英文刚当总统的时候 七年前他就成立一支这种部队 叫支通电指挥部 然后弄了一个中将去当这个指挥官 他目的也是希望能够整合这些资讯通讯 这些包括这个指挥管制通讯情报监视侦查 还有资讯把它整合在一起 但是后来到今年来讲 四月份随着蔡英文自己要下台 他自己知道做不来了 对不对很丢脸 他宣布解散 真的是很不幸 为什么宣布解散 台湾难道没有这科技吗 我相信台湾也有 那台湾没有这种人才吗 台湾也有 问题是说你自己国防的经费 你都用去买飞机大炮 对不对 你留不住这些 这可以为你所用 招募不到这种高科技的人才 你就成立不了这种部队 那台湾现在来讲 让我很感慨 像这种是最重要最重要的一个兵种 但是台湾来讲的话 完全就是 也知道这种事情重要性 但是就做不起来 为什么 因为我们国防预税拿去做什么 就是听美国的话 去买F-16V战机 对不对 老百姓一看 哎呀 我们雄壮威武的战机在天空豪翔 不管各种节庆日的时候 在你天空上面飞来飞去的 这个元难的时候 也冲过天空 让老百姓看到老百姓鼓掌 哎呀 好棒啊 强大的空军 对不对 把钱花于哪里 做海昆号潜舰 哎呀 好棒好棒 我们有海昆号潜舰 你做海昆号潜舰 现在有什么用 如果说你没有这相关咨询 他也不过就是一只待宰的鲸鱼在海里面 你什么资讯都没有 敌人在什么地方 你光靠你自己的声纳去搜索 你够吗 如果说没有相关的空军提供给你这相关资讯 你根本就不晓得敌人在哪里 你只凭自己的这个海底的声纳 你根本做不到 但是对老百姓来讲 这个总共要花2800亿 后续再做七艘 你看让老百姓看到 你看我们国军现在有潜舰了 我们抗中保台 我觉得这是政客的悲哀 真的懂得军事的人 对不对 真的 蔡英文刚上台的时候 那时候懂军事的人就跟他建议说 这支通电是未来作战的 必须要走的一条路 你才能够发挥各兵科各兵种的统合战力 如果说没有这统合战力 各自独立为战 各个部队自己去打自己的仗 自己派出自己的部队 你是这个等于说 以现在来讲的话 你等于说被蒙上眼睛 捂住耳朵 就算你的武功在强 就算你的刀锋在利刃在利 你一样是看不到敌人在哪里 那随便人家一个轻轻松松 只要是耳鸣目冲 然后如果说是伸手灵活来讲的话 随便一个人就可以将你击败 所以说我看到这个第四兵种 信息资源部队成立 当然我首先这个是跟各位观众介绍 这支部队它的重要性 以及它的功能在什么地方 它是等于说让这个陆海空火箭军 都能够发挥整个统合战力 不用各自为战 所有讯息能够共享 那第二我也很感慨 我们台湾的建军方向 到现在为止 只会把这些国防预算经费 拿去买一些让老百姓认为说可以鼓舞 自趣的这个大玩具给老百姓看 真的是又要用在军中的东西 反而没有用在军中 这是我第一个要跟各位报告的题目 这个信息资源部队 第二个其实现在这个时间 我要讲的是美飞的兼兵兼演戏 美飞这次兼兵兼演戏跟以前不一样 为什么呢因为演习的时间就是现在 现在这个时间点正在演练 这个兼兵兼演戏 其实美飞往年每年历年 他们为了表示他们这个兼若磐石 这种团结力量都会举办一次兼兵兼演戏 但是往年他举办的 大部分都是在这个菲律宾本岛在做这个演练 很少到海上来 大概只有去年到海上 去年到海上 这个但是也是在他舌尔海里的距离来讲 做这个演练 那去年来讲也很丢脸 为什么 因为我不知道各位印象中记不记得 去年美军来讲弄了一艘破船 也是要做集成 就用海马斯火箭 在这个乌克兰战场上面 大放异彩 海马斯火箭 就打了好几发 这个船没有打成 这是去年的尖密尖演戏 但是今年的演戏 特别不一样 特别不一样 他是演练 重点 演练第一个我讲演练的地点 在哪里 在哪里 你就知道这演戏 完全就是针对中国来的 第一个他演戏地点 他在巴拉旺群岛的下面一点点 有一个叫做巴拉巴克岛 可能各位如果去看地图的话查一下 巴拉巴克岛在什么地方 重点不是这个岛叫巴拉巴克 而是这个岛距离这个岛200海 200公里就是什么地方呢 就是解放军驻兵所在的 永济 祖壁 美济 三个小岛 在这个距离这个巴拉巴克岛只有300 200公里远 那你美菲两国 你在那边夺岛演练 你到底要夺哪个岛 你会让中共觉得说 你就是针对我来的 你就是准备夺我这三个岛 这让中共 其实任何人 只要是军事来讲 稍微有一点军事警觉的人 都认为说 你在这个地方做多少演练 就是针对我来的 这是地点 上面来讲 非常非常的敏感 这个第二个 我要讲他演习的科目 他这次演习 有两个科目 总共动员的军队 有这个一万六千人 是非常庞大的 非常庞大的 那美军去参演的部队 有这个一万一千人 几乎都是美军 然后菲律宾自己出了五千人 他演练的项目 科目是什么呢 这我刚刚讲的第一个多刀演练 第二个科目 他叫集成演练 他特别去弄了一艘 这个中国的这个 以前当年 是中国制造的 卖给菲律宾的这种货柜船 已经老旧淘汰了 那这条货柜船里面 他把它放在这边 准备用从这个印度购买的布拉莫斯导弹 来将它集成 那你想想看尤其是最近 在这个南海之间 这个波涛汹涌的状况之下 然后双方来讲 这个互不相让 这个如火药桶的时候 那你是不是做这种演练 做这种科目 你是不是摆明了 就是挑弄中共 对不对 挑弄这个南海局势 那菲律宾认为他现在来讲的话 由美国帮他撑腰了 美国来参加他的军演 他的底气壮了 他就开始嚣张起来做这种科目的演练 到底是美国怂恿他做这个科目 还是这个 他自己本身 小马可是自己本身 想要向中国来展现 他的这种有后台 有底气来做这种科目演练 我相信这件事情绝对不会三八甘休 我觉得后续还有细看 马上其实事实上也已经开始 第一个他反应在哪里 就是现在来讲 正在举行的东亚地区的海军的年会 在北京举行 那这次年会里面 总共有十九国的海军将领来参加 包括美军的太平洋司令也来了 俄罗斯的也来了 大概日 大概这些大国的海军首领都来了 那他们大家共同聚在一起 除了说是海军交流之外 那他们讨论三件很重要的事情 第一个就是海上意外 我特别强调意外相遇的规则 那为什么要讲意外呢 因为你知道现在来讲的话 在这个第一岛链这个海域附近 那不管是美军 或者是解放军的海军 或者日本 澳洲 甚至于连菲律宾也来参一咖 这么多 甚至于连最远的英国有时候 都会跑来晃一晃 所以这么多个军种 这么多的国家的海军 聚在这个海面上面 那会不会发生意外 他特别强调意外 会发生意外的相遇 如果说是大家有计划演习 我先宣布这个地方 是我演习区块 那大家不至于发生意外 它是最意外就是意料之外 就是在你演习 你没有宣布在这边演习 而我到这边来 以后我们舰对舰 这个碰到的时候 应该怎么样来做一个 大家海上相遇的一个相处规则 我们大家都知道去年来讲的话 苏州号跟美军的军舰 在海上就有说 这个鬼切这种动作 你来这边我就要驱离你 所以这第一个 避免插枪走火 第二个他们讨论的议题是什么 就是海上救难机制的质疑 如果说海上发生海难的话 不管是指海军的军舰 或者是说这个 这个渔船 或者是商船货轮 发生这个海上灾难来讲的话 海军他们第一个可以应变 紧急应变去救援 这个还比较好 那我觉得第三个 让人家很 这个听这个名字 你就知道耐人寻味 他们要讨论的 讨论的课题是什么 就是这个海上 无人机制的规则 无人机制是什么 他不是光指无人机 他包括到 他们预判到说是在海上来讲 我除了有无人机之外 那还有海上的无人舰艇 甚至海底下有无人的潜艇 那这些来讲的话 我们怎么样来克制 大家要晓得现在来讲 无人机 当然美军来讲是很厉害的 它全球英 对不对 这个也要卖给我们台湾 但是解放军来讲 无人机数量种类比它更多 不管是侦察型的 查打一体型的 或者说各式各样 那其他国家大概就比较弱一点 除了这个北韩来讲 它号称它有无人机 但是这次来讲北韩也没有参加 那我特别要强调这一点是什么 就是菲律宾这次它没有参加 它没有这么重要的一次海军的这种年会 它居然没有参加 那代表说 它不曉得是没有脸来参加 还是说 这个 它觉得说自己 这个 它海军实在是 上不了台面 它没有这个面子去参加这个年会 它也谈不上够资格称为一个海军 所以这次来讲很明显的 菲律宾没有参加 这是第一个 你在这边做这个演习 对美菲在这边做这个演习 第一个反应就是 菲律宾自己心虚 不敢来参加这个海军联会 第二个我觉得 这个解放军目前已经表现出来的 就是跟古巴 就是类似那种观念 就是你到我家来 我就到你家去 这个古巴从去年开始 古巴从去年开始 它已经 根据美国 美国人自己讲的 它说中国在这个古巴那边 设有情报单位 监视单位 间谍设施 来侦查 这个美国的一些军事活动 也说 中国在古巴设有军事训练基地 我特别要提醒 这种事情就像什么 就像大家不要小看 这个菲律宾这次军演 就有点像当年的古巴危机一样 当年古巴危机就是美国 这个在欧洲那边部署了导弹 部署了飞弹 那对俄罗斯来讲的话 你在我家门口部署飞弹 对我来讲就是一种 很大的一种威胁 而且这是核导弹 那俄罗斯来讲 那时候是苏联 苏联就跟到古巴去 他说那我也到古巴去 部署我的飞弹 部署我的导弹 那美国来讲 他就问我可以到你们家门口去部署 你不可以到我家来部署 你到我家来部署的话 你到我家后院去部署的话 会影响到我的安全 然后双方剑拔怒章 差一点爆发第一次的人类死上 第一次的核子大战 还好后来双方经过协议 就是双方互相把飞弹撤掉 这就是号称当年的古巴危机事件 那这次来讲的话 如果菲律宾跟美军 在这边勾连在一起来讲 又做这么针对性这么强的一个演习 那中国来讲现在已经明了 跟古巴来建立一个这种军事合作的一个机制 那会不会在古巴也部署这种飞战 那我听到一个消息更严重 是俄罗斯也要参加一咖 也要回到古巴去部署飞战 那你美国你怎么办 你到我家你可以到菲律宾来这边 这个协助菲律宾又是军演 又是部署飞战系统 那我美国当然 我中国或者是俄罗斯 我当然也会到你家去部署飞战 这就是这个美飞肩兵兼的一个演习 对于经常外食的现代人来说 实在很难确保每天能摄取到足够好菌 也因此越来越多人选择在生活中 补充益生菌来帮助肠道健康平衡 但市面上这么多的益生菌该怎么选呢 挑选具有专利认证菌竹最重要 面对换季引起的肝养红肿 能调整体质的太阳星全校克菲尔益生菌 就是一个稳定健康基础的好选择 经三角全校配方 让肠道增加好菌 美国国立卫生研究院收入多篇学术报告 也证实了克菲尔的重要性 每天一包就是健康维持的好选择 如果你也想尝试 请上快点go健康下单 输入推荐代码 还可以享有额外优惠哦 每日克菲尔 让您的生活更健康美好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谢谢大家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收入供合照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